55页第5题 绿色断带长14公尺 红色断带长8.75公尺 绿色断带的长度 是红色断带长度的几倍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绿色断带14 是红色断带的几倍 所以红色断带是一倍 这样了解吗 再讲一次 绿色断带是红色断带的几倍 这个意思是什么 红色断带一定要是一倍 所以绿色断带才能是它几倍 所以一倍的就是什么数 除数 那么它是它几倍的 就是倍除数 所以列式值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列 14公尺 除以8.75 比较量除以基准量 基准量就是一倍 那么出来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14在里面 8.75在外面 那么消掉两个0 消掉两位小数点 就要补两个0 补两个0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1不够除 14不够除 140也不够除 1400可以除 所以它就第一个数字 1是降在 第二个0的上面 然后呢 再来 完了是525 525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完毕的时候 我们才点一个小数点在这里 点一个小数点就要再补一个0 补一个0之后 6刚好可以除完 把它除完 所以这里的答案是1.6 好 有一个小数点的点 为什么 因为这里又多补了一个0 现在了解吗 好 再多补了 所以这里的答案是1.6倍 好 好 我再重新呢 把它的值次呢 再算一遍 我用在上面算 再算一遍 这个过程 14在里面 然后呢 8.75在外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消去两个0 消去两位小数点补上两个0 不够除 所以最后一个够除是在 这个位置 所以875 那么 0减5剩5 因为有借位 所以9减7等于2 然后这又借人加等于13减8等于5 525 525还没完毕 所以这里要点一个小数点 点下去这里才补一个0 过程记得了 点小数点点下去才补一个0 这个0 沿着小数点下来的线 它应该在小数点后面 这样了解 那点下去之后呢 这里是6 6的话6530 写0进3 那么6742 加3是5 进4 6848加4是52 刚好整除 所以这里的答案才会是1.6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 小数点的点法 补0的补法